他曾是新中国最年轻的舞蹈家之一 他曾是中国举办舞蹈专场的年龄最大者 他出演了中国第一部芭蕾民族化舞剧 他创办了北京第一所民营舞蹈学校 《一坛大家》系列之陈爱莲 《一坛大家》系列之陈爱莲 巴雷起源于15至16世纪文艺复兴全盛时期的意大利 兴盛于法国 1581年 在法国亨利三世皇亲马格丽特的结婚庆典上 表演者演出了舞剧《皇后的喜剧芭蕾》 这被誉为世界上第一部芭蕾舞剧 1959年 一部将欧洲芭蕾舞剧与中国舞蹈相结合的舞剧 《与美人》出现在了中国的舞台上 这部舞剧的女主演是舞蹈演员陈爱莲 那是中国第一部芭蕾民族化 西方芭蕾民族化的一个舞剧 《与美人》嘛 选中了我演女主角 是吧 因为她既有逐渐 又有西方那种很强的托局 编舞方式 又是带于浓郁的中国风格 中国韵味 中国色彩的那么一个 编出来的中国故事 编出来的中国故事 所以我能 而且当时是 所以这种情况呢 又是北京舞蹈校编导班的一个创作 在顾学夫先生的领导下的创作 那么由我来主演 那当然觉得是 挺幸运的 挺高兴的事情 芭蕾舞的主要特征是 女演员要穿上特制的足尖鞋 立起脚尖舞蹈 芭蕾舞剧则要求舞蹈演员身着剧装 在音乐伴奏下 依靠形体的表现力 来表现戏剧冲突 塑造人物形象 而舞剧《于美人》不仅要求演员要将芭蕾舞与戏剧表演相结合 还要把中国民间舞蹈的动作韵味融入其中 这对陈爱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舞剧《于美人》分为三目五场 讲述了大海的公主于美人 与青年猎人相爱 却遭到山腰阻挠的故事 表现了善良 终将战胜邪恶的主题 陈爱莲饰演剧中的于美人 在这出舞剧的表演中 陈爱莲吸取了古典芭蕾舞剧的表演方法 注重戏剧结构的发展逻辑和情节细节 利用人物的舞蹈肢体语言和面部表情 来展示细节和冲突 刻画人物性格 真正透过肢体能够体会到 他所表达的那个舞蹈人物的那种性格 那种心理状态 包括他的整个故事氛围 整个戏剧情境 通过他的肢体都可以达到 这是很高级的一种舞蹈境界 而在表现戏剧情节时 陈爱莲又把舞剧中的舞 摆在了第一的位置 他注重发挥芭蕾舞中双人舞的表现功能 在展现于美人与猎人 于美人与山腰的关系中 使用了大段的双人舞表演 双人芭蕾是考察芭蕾舞演员记忆的最好方法 他对舞蹈演员的舞姿 动作 技巧 甚至力量 耐力 都做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 在双人芭蕾舞段中 陈爱莲进行了连续不停的32圈单左旋转 而男演员还要对他施展各种复杂的空中托举和旋转动作 以此来创造激动人心的舞台效果 在当时中国的舞蹈界 能将西方的芭蕾与东方的民族舞 做到完美融合的舞蹈演员并不多见 然而 在首演之前 作为女主角的陈爱莲 却不想登台了 而这时 总导演却认为 这个舞剧 只能由陈爱莲来表演 他说你不能不演 一定要你演他你知道吗 那个时候当时不是中国在演 咱们国家也在演天狐吗 一方面演天狐 一方面就要演我们的余美人 当时把我们这个余美人做 比作是中国的天狐 他跟我讲 他的天狐 咱们那个学校天狐演不好 没关系 他说人家会说你这个演员不好 但是我们这个余美人还没有问世呢 他说一定要你演 1959年秋天 余美人作为国庆十周年的县礼节目 进行了首演 由于广受好评 这处舞剧在当时连续演出了四十场 常常爆满 余美人由于采用了欧洲芭蕾舞 与中国民间舞蹈相结合的方法 来表现中国的神话题材 从而成为中国第一部芭蕾民族化的舞剧 陈爱莲也因此成名 这一年陈爱莲只有二十岁 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舞蹈家之一 加林纳乌兰诺娃是前苏联著名的芭蕾大师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 乌兰诺娃到中国演出 看到乌兰诺娃的芭蕾舞表演 陈爱莲对自己的舞蹈艺术有了更高的目标 因为乌兰诺娃的这样的一个精湛的艺术表演 所以它在世界上它享有了非常非常高的声誉 那么人家因此对苏联的前苏联的芭蕾舞 艺术是非常非常崇敬的 不能低看的 对他们的文化 所以对这个国家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下一个决心 就是说我应该做中国的 就是在中国也是做一个就像乌兰诺娃这样一个 中国的大师级的一个舞蹈艺术家 这样呢就才能够就好像那个回报 就国家和老百姓 党对我的那么多年的培养 报销祖国吧 在芬兰赫尔辛基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 联欢集中 陈爱莲凭借读舞春江花月夜 双人舞蛇舞公舞以及群舞草利舞 一举获得了四枚精致奖章 她的舞蹈事业也由此走向了高峰 然而事实上舞蹈并不是陈爱莲 最初的职业梦想 上海位于中国的东南部 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 1939年12月 陈爱莲出生于这里的一户富裕人家 年幼的她一直生活在父母的宠爱中 本来我们家庭挺好的朋友 也很多 我父亲还是曾经是潘语同乡会会长 广东潘语同乡会会长 然而十岁那年父亲突然去世 让整个家庭失去了依靠 不久母亲也机遇成疾染上了肺病 那在那个年代了大家都肺病都比较恐惧的 所以好像就几乎慢慢慢慢就没有人理我们 我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自己一个人在上海的这个马路边上 马路牙子那个马路边上坐了一个晚上 那才十岁多坐了一个晚上 好像觉得特别的就是觉得事态变化的太快 自己非常不习惯 另外呢就是觉得非常的孤单 在父亲去世一年后母亲也离开了人世 陈爱莲被送到了儿童临时收容站 后来又转送到上海依心孤儿院 童年的家庭变故让陈爱莲自小就养成了好强的性格 有一种很自立要自强的 我觉得从小不是刚才看到世太爷两个人情的冷暖 比如说包括是当时人家想要帮助你的人 他得有这种能力才能帮助你 那么自己最好是自己能自强 不需要别人帮助 1952年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学员班来到孤儿院招生 在上海的三家孤儿院中 舞蹈团一共挑中了七个孩子 这之中就有12岁的陈爱莲 然而这时的陈爱莲一直以为自己考中的是中央戏剧学院 以为演员是自己日后的职业 我因为喜欢表演艺术 但是他没有舞蹈这个概念 专业的概念 而且所以我小时候 当然我就梦想喜欢当电影演员 当画剧演员 甚至是上海的夜剧演员 户剧演员 我都喜欢这种 唯独没有舞蹈的概念 所以他考我的是中央戏剧学院 中央戏剧学院附属舞蹈团 没有附属舞蹈那次 就中央戏剧学院 所以我就觉得正好是你看 非常非常喜欢的一个专业 一个职业 所以我就去了 国庆节后 陈爱莲踏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一到了马上 那个气氛就改变了 第一北京确实很冷 天气很冷 但是我们这个舞蹈团的 心是非常之热 那个时候我们叫参加革命 我们不叫参加革命 我们那个时候叫参加革命 这时的陈爱莲 以为学习舞蹈 只是暂时的一个过渡 是基本功的训练阶段 然而当半年以后 自己仍在学习舞蹈时 陈爱莲终于忍不住 向老师提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就问我们那个辅导员 我们不叫班主 我们叫辅导员 说那个 我们什么时候能 我什么时候能到中央戏剧学院去 他说你真傻这孩子 中央戏剧学院是大学生 你这么小小孩 刚刚等于上初一初二 那孩子 你可不是你就是在这个舞蹈团里当学员班吗 我当时特别失望 因为我觉得 怎么跳舞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挺幸运的 就是后来马上 因为我们这次见过以后 第一批重点的 要把我们培养成为一个中国舞蹈事业的一些苗子 接班人 这么一拨人 陈爱莲在学员班里 得到了中外舞蹈和戏剧大师的亲自授课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 由于表现优异 陈爱莲被选送到中国第一所舞蹈学校 北京舞蹈学校学习 老师怎么说 我一定怎么练 老师怎么要求在课堂上 我一定是最听话的 我记得马祥林老师就说 你要笨鸟先飞 你什么什么什么 我在旁边想想 这个笨鸟要先飞了都能够成功 那我们要不是笨鸟呢 那我们要先飞了不是就更好吗 一个大哥哥 那个时候他们是演员队的 就说你要早起来练功 我也要早起来练功 但就正好是夏天 所以我们就想一个办法 就把这个 那个拿个绳子绑到我的腿上 因为我正好是靠窗水 靠窗户水 然后早上起来 他起来五点多钟就拿 拽我 拿绳子拽我 一想就行 轻轻轻轻的 因为你要先飞 你还不能让别人知道 一个是不能吵别人 一个也也不让别人知道 所以那个就提前起来 起码半个小时以上 每天每天都这样 就先飞 五年之后 陈爱莲以各科全优的成绩 从北京舞蹈学院毕业 并留校任教 也是在这一年 陈爱莲出演了芭蕾舞剧 《于美人》 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 我们第一代学院培养的职业舞者 这其中最具有规范性的 这样一个代表人物 他的动作和姿态的规范性 这应该说是很好的传承了 中国古典舞的一个基本的教学理念 他很讲究塑造人物的那种细腻的情感方式 他可以把人物的情感 用非常细腻的这个肢体语言 能够表述出来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期 陈爱莲的舞蹈事业 达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 然而也是在这一时期 他却遭受了人生中又一个致命的打击 他的丈夫 中国舞蹈界优秀的男演员 杨宗光过鬼自杀 我就非常的惊吓 根本就不相信有这件事情 所以不管白天怎么开会 晚上我躺在床上 我就看着就觉得那个 他一定会从 因为人可能有点神经吧 就是他会从那个 那开门回来 他回来 他老会回来 所以就是刚开始就几天几年 根本就不能漏水 在巨大的悲痛中 舞蹈是陈爱莲解脱自己的唯一方法 我在练功房里待着 练功 怎么个练 练什么自己也记不清了 就站在练功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进入了一个 跟现实世界完全脱离了 隔绝了的一个 一个自己的另外一个世界 那个时候好轻松 就想到那些舞蹈的训练的动作 这种感觉 什么 就想到我的练习 然后周围的一切烦恼都没有了 我个人痛苦没有 随后 陈爱莲被安排到部队农场锻炼 当时的国家总理周恩来给农场发来指示 文艺工作者每天早上可以有一个小时的练功时间 这时大部分文艺工作者只坚持了几个月就不再练习了 而陈爱莲却一直坚持了下来 反正一小时我肯定是练功 所以我觉得那个 我老要出现一些图画面 那个我在那个练功 然后呢 那个山坡上 那个老乡们 蹲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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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条铁都蹲着 然后这个 有的人掉大眼塔 有的人就是这么戴个帽子 在那看着 看着我 以为在那练功 而且我那个时候经常 因为他们跟我讲 你回不去了 我们也干不了这行 可是我呢 我觉得他们想太多了 咱们 咱们干什么呀 回去 反正早晚得回去 回去早晚还得 做这一行 而且我的 很多目标都没达到呢 20世纪70年代末期 陈爱莲终于回到了 剧院 中国的舞蹈艺术 也开始逐渐复苏 这时的陈爱莲 重新组织了家童 然而 她却处于 无无可跳的状态 就我一个人空着 我干什么 回北京的时候 就在电视里 看到过那个 西班牙 那个舞蹈家 还有墨西哥舞蹈家 开个人专场 哎呀 我当时就那个 就是 今天说七几年的时候 我当时就特别有感触 我老给人家比 所以我就说 我们要能开一个多好 1980年 41岁的陈爱莲 举办了中国首次 个人舞蹈专场晚会 她运用中国古典舞 民间舞 西方芭蕾舞 各种舞蹈表现手法 创造性的表演了 她在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 然而 这样尽兴的表演时间不长 陈爱莲的舞蹈生涯 再次面临挑战 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 文艺界的演出状况 逐渐低迷 当时 陈爱莲的一场专场表演 只能有一元五角钱的收入 演员们纷纷出去走学 年近50的陈爱莲 虽然每天仍旧坚持练功 但是 她的内心也开始陷入迷茫 我觉得 我好像可以歇了 就是觉得 整个社会 整个社会上的文艺界 整个我们文艺界 舞蹈界 我周围的这些状况 然后 我好像 也可以休息了 该收了 有这种 完全下坡的思想 镜头不那么足 就在这个时候 德国斯图加特芭蕾舞团 到中国来演出 女演员海地的表演 让陈爱莲顿时改变了想法 太棒了 太棒了 即使完成了这么 这么 这么 高超 这么细腻 严谨 然后她演员的塑造 是年轻严谨 无法比 我就问 多大了 你问好像比我大两岁 是一个外国人 他这么棒 一个舞蹈演 舞蹈家 大师 他比我还大 我比他还小 我还说 我有对中国人的志气 我还要怎么 怎么 怎么样 我就想收删了 而且那时候已经 从练功 从各方面来讲 那个镜头 就是说 是往下泄的了 一下子 这张 这张强行 真可打得真厉害 我觉得 他可以 我为什么不可以 文艺体制改革 在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的中国 刚刚起步 这股改革浪潮 很快引起了 陈爱莲的注意 为了继续 自己的舞蹈梦想 他打算 停心留职 成立自己的艺术团 这点我非常理解 那么外边有舞台 虽然小 但是他多呀 是吧 他可以实战 他的本领 为了支持妻子的事业 丈夫魏道宁 特意停心留职一年 1989年 陈爱莲艺术团 正式成立 这是文化部批准的 第一个 以个人名字命名的 民营艺术团 起步的时候呢 这个 我们在哪里演呢 就是在 葬的我就跟各个企业的领导 工厂的企业的领导 还有些熟悉的 给他联系一下 说我想到你们的演艺场 没问题 我们特别欢迎啊 就是把我附近的 北京的一些大的企业 或者是附近的演艺演 就开了开张了 1995年 陈爱莲变卖了自己的住房 拿出艺术团演出正来的 所有积蓄 创办了陈爱莲舞蹈学校 这是北京市第一所 民办舞蹈学校 别扭扭 你大到方方的 对 以后要当演员 很好演的 是不是 迄今为止 已经有六百多位学员 从这所学校毕业 继续着各自的舞蹈梦想 旁腿 一 二 后面 下座 后面 一 二 就算了快点 一 二 三 四 五 我觉得舞蹈是他的生命 他必须得这样 他要是一礼拜不跳 我才非生病不成 他实际上也是在积累 也是在 试验自己 我在我的北京舞蹈学校学习的时候 在我的床头上就贴着什么 只有什么不懈努力才能盘断到什么科学的高峰顶峰 那个东西就是 就作为我的 就作为你 他 冲取卵子进行体外培养 避免了卵巢手术带来的风险 他使用试管婴儿技术 治疗卵巢病变导致的不孕症 下周一同一时间 请收看人物栏目 不孕症治疗专家 乔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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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鼓章意半